确实我连续可能作为两次大赛决赛里面都跟对手有这样的决赛里面的交手 我觉得首先从一个方面就是证明了他这样的实力跟能力 可能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能力很强 就是技战术能力很强 但我觉得他综合能力绝对是世界上最强的选手的之一吧 所以确实一上来可能自己想发挥自己的东西 但是被他限制的我觉得比较难受 确实我觉得这块金牌首先对于我个人来讲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然后也是一次在单打里面非常难忘的一次体验吧 因为其实东京的时候我就说了 我说希望能打一次人生顶废的奥运会 这一次不仅感受到了 我认为最后自己在单打比赛里面还能够成为这样氛围的一部分 或者说成为这样其中主角之一吧 我觉得自己还是非常难忘 然后再一方面我觉得也是能够真正的 我觉得是在决赛里击败外协会的对手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不光顶住了压力 也捍卫了队伍的荣誉跟荣耀 对我来说这种为国争光的感觉也是非常好非常难忘 其实会每一次感受到压力不一样 包括对手带来的各个方面吧 但我觉得这次相对自己能够比较专注在自己身上 然后去投入在自己的准备 也包括在场上的发挥 能够去及时的去尽快的解决问题吧 这样其实没有去想过多一些不利的 或者说一些自己不可控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像自己说的能够抛除一些杂念 然后在场上更好的去展现自己吧 我认为自己在单打比赛里面也是做到了 我觉得确实是在巴黎周期 我认为自己能在巴黎周期 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突破和成长的 所以我认为每一个阶段或者说 遇到的困难会让你 或者说失败了会让你成长得更好 当然前提是你要有这样的勇气 跟这样的能力去面对失败 作为今天 我觉得巴黎周期自己 并没有过多的去 只去追求最后的结果吧 东京周期确实认为 自己可能忽略了一些过程 或者说忽略了过程中的一些养分 没有能够完全吸收到自己 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强 作为巴黎周期我认为 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一点 然后专注在自己想做的事上 最后的结果其实 可以说顺其自然吧 或者说相信自己 把自己该做的去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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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